当你在进行军事训练时,睡眠是一种奢侈,也许你每天只能抽出几个小时,所以,没有什么比闭着眼睛躺在睡袋里等待事情发生更让人沮丧的了,你完全筋疲力尽了,你必须在三小时内起来做寻查,你被周围的噪音奔散了注意力,有一块石头伸到你的宽谷上,或者你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天的事情。 如果你不睡觉,你很快就会精疲力尽,你会做出糟糕的决定,你会让别人失望,成为一个累赘。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的遭遇,美国军方意识到,由于压力和由此造成的失眠,许多飞行员做出那可怕的,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决定。 击落有机或者自己被击落,即使飞行员拿卡修写一种睡眠假,里面存在是能睡眠的时间,他们也无法放松,无法入睡,于是他们的压力和疲劳越积越多。 最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,没人想成为那样的人。 幸运的是,你永远不需要成为那样的人。 美国海军飞行前学校,开发了一种科学方法。 在任何情况下,在两分钟内,就能在白天或晚上入睡。 经过六周的训练,百分之九十六的飞行员可以在两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入睡,甚至在喝完咖啡后,背景里还播放着机关枪的枪声。 也就是说,如果你按照这些步骤去做,入睡吃小菜一点,你和你的环境一起协作看看可用的地形,这可能看起来没什么意思,但这没问题,事实上,如果你能伸甲四肢,你已经遥遥领先了。 在训练中,飞行员们被要求在坐职的时候睡着,当你感到不安时,这是一个很难入睡的姿势,这就是为什么航空公司发明了商务舱,但这是所有飞行员需要的。 他们坐在椅子上面,双脚平放在地上,手放在膝盖上,所以要记住,在床垫上或房间里躺下是额外的奖励,和你拥有的环境一起协作。 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座位,也能很好地让你入睡。 二,你的脸是让一切慢下来的关键现在你有了自己的位置,一切都是关于脸,把它当作你情绪的中心,闭上眼睛,慢慢地深呼吸,然后放松左右,四十三块面部肌肉,不要捏着眼睛过皱眉。 你的前额应该是光滑的,将一切都去松了。 当你感到你的脸颊、嘴巴、舌头和下巴放松时,呼气,你的眼睛是闭着的,但你要确保它们是完全无力的。 这样做,让它们深深陷入你的眼眶,有六块肌肉控制你的眼窝,感受它们的放松,让它们毫无生气。 当你放松脸部,让眼窝发软时,你会向身体其他部位发出放松的信号。 三,让你的上半身放松,现在一切都是关于肩膀,让它们尽可能低的下落,就像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敲伏一样,你应该感觉到你的脖子后面没有声明了,让所有的肌肉变得更松弛。 深呼吸,然后慢慢呼气,吹掉所有的张力。 下一个是你的手臂,从你的习惯瘦开始,如果你是右撇子,注意你的右二头肌,感受它的放松,然后把身体放松下来。 如果不放松,先紧张,然后放松,然后移动到你的右前臂,把注意力集中在让它软弱无力上。 最后,是你的手和手指,让它们像一个冲托一样,落在你的腿上。 当你完成了你的优势侧,在你的另一只手臂完成这个过程,你的上半身应该是柔软的,就像你的身体在下沉一样,你已经走了一半了。 四,对你的腿说什么下一站是你的腿,告诉你的右大腿肌肉下沉,就像一个冲托,然后把同样的事情告诉你的右小腿肌肉,然后对你的脚踝和脚做同样的事情。 当你的腿下沉到地面时,你会感到肌肉无力。 左腿重复这个过程,大腿,小腿,脚踝和脚,现在你已经开始放松了,放松你身体的每一块肌肉,从你的脸到你的脚。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做,把你放松的状态变成深度睡眠。 五,如何不去想任何事情,最后,一步是清理你的大脑,十秒钟。 就是这样,不要想那天出了什么问题,什么时候起床,什么时候给你的伴侣打电话,做这些事情都需要运动。 也就是说,仅仅想到他们就足以让你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收缩。 相反,你需要保持头脑冷静,你可以通过在你的头脑中保持一个静态的图像来做到这一点。 想象你躺在舒适的沙发上,在漆黑的房间里。 在你的脑海中保持这个形象,十秒钟。 如果没有用的话,重复至少十秒钟说,不要想,不要想,不要想,只将清除所有的思想,阻止你的大脑走神。 当你身体放松,大脑禁止至少十秒钟时,你就进入了睡眠状态。 想象一下,你几乎可以立即入睡,不管你周围发生了多少事情,不管你感觉有多紧张,能够屏蔽所有的北京噪音。 知道如何放慢你的身体,关闭你的思想,并允许自己重新开始,把五分钟的休息时间变成有保障的睡眠。 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,你的思路会更清晰,你的决定会更好,你将会有更多的能量,你将能够推动你的身体,一天又一天。 但其他人都在东奔西跑,盯着不平坦的地形,或者伤身如雷石,你就有了一个经过实战考验的睡眠系统,一个能让你保持敏锐,高效的方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